政治焦點還要來關心郭台銘 侯友宜 今天人都在金門參加是八二三炮戰紀念日的活動 不過苗栗縣前協長徐耀昌昨天大動作宣布退出國民黨 也被視為挺國派的第三波的退黨行動 讓基層相當久慮 洪海創辦人郭台銘話裡直言 苗栗前縣長徐耀昌退出國民黨沒有自己的手臂 但選在侯友宜金門行前丟震撼彈 的確殺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諷刺郭台銘小心眼 反觀侯友宜格局大一點 但這已經是挺國派操作的第三波退黨了 時機點充滿挑釁意味 既然要退黨就要激起更大水花 先前蓄勢待發出訪日本 彰化縣議長謝典林退黨搶走所有版面 更早之前五一期國民黨徵兆隔天 南投縣議長何慎豐開第一槍不給面子 挺郭派紛紛揭桿起義 緊接著金門縣議長洪雲點 屏東縣議長周點論 元林前縣長張榮衛 似乎也跟著鬆動醞釀退黨 五黨聯盟大軍來勢洶洶 該怎麼拆帶 還怎麼整合郭台銘 避免退黨潮如泰山壓頂 壓垮自己的神奇 不用以整合之路 只能先低頭再想辦法扭轉局勢了 記者綜合報導